謝謝 不好意思很緊張 準備一下小草 謝謝剛剛師母的分享 正符合我現在此時此刻的心情 真的是蛻變 其實 今天我來的路上 我真的一度掙扎 差點就是放了上帝的個子 然後因為我的家人沒有人支持我 也沒有人今天願意陪我過來這裡 所以我也謝謝各位 今天見證了我今天人生最重要的一天 謝謝 然後 謝謝 然後其實我從小一直相信主的存在 因為我做事就是很順遂 就是冥冥之中好像心裡有一個小天使 我只要祈禱什麼就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最讓我有所感覺的是 大概是三個月前 我搭郵輪去日本 在回程當中 我接到我小兒子打電話來 打電話給我 那時候我很緊張 因為平常應該會打Line 用字句這樣子就告訴我什麼事 怎麼突然間是打電話 那時候我就覺得一定有事發生 然後小孩子 小孩子告訴我說 就是我的爸爸阿公 在加護病房 然後一度是命危 醫生就是宣派說 有可能我也來不及見到他 那時候我在輪船上面 我不是說坐公車能夠喊 就按那個下車鈴就可以下車 那時候就覺得很緊張 當下我就馬上跪下去 然後在那個房間裡跪下去 然後就祈禱 希望說上帝給我一個奇蹟 因為我在前一個月的時候 其實我爸他是肺部纖維化 他就是個性很倔強 也不讓我們知道 他是隱瞞著我們 然後住院的 那時候我跟他也有一點 鬧一點小情緒小便扭 所以我有點類似在 自己去度假散心 然後沉澱一下 然後那一兩個禮拜 我都不回去看他 我也不曉得他住院 我只是說沒有回娘家去看望他 後來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一直祈求上帝 希望上帝給我一個機會 去跟我爸爸道歉 甚至去化解我們心中一些誤會 可是我那時候一直很擔心 沒有那個機會 後來我隔了一天才到抵達基隆港 然後趕快坐計程車趕去加護病房 然後會客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 可是他已經在昏迷了 我怎麼跟他講也都沒有用 因為我現在就是那時候就祈求上帝 能夠再拖延他的生命 然後讓我有機會去跟他解釋 然後或者是化解我們心中的誤會這樣子 後來真的一路就像奇蹟一樣的 陪著我的小組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我每次開完那個幸福茶會的時候 都趕著時間要去會我爸爸的課 然後跟他會面 然後跟他見每次都是就覺得 見裡面就是多賺到一次的機會這樣子 後來一度奇蹟一直發生就是 他從加護病房 然後到普通病房 甚至他上上禮拜已經出院了 謝謝 感謝主 然後這個是我爸爸在加護病房的時候 然後後來之後現在影片呢 下一片影片是他已經很奇蹟式的 可以甚至醫生醫護人員他們是一個團隊 他們都覺得很神奇 這個根本是宣判都不可能的 然後他甚至不可能自己走路 不可能自己下床 因為他躺在病床上已經兩三個月了 都沒有動完全是沒有力 所以他現在完全是非常在他身上 我覺得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功 反而是他聽見我的祈求 所以我就覺得很感動 那其實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一定要真的有親力見證 是因為我覺得菊凡 以我所長大以來我所看到的家暴 像家暴的一些爸爸 如果家庭家暴的家暴爸爸 他只要信了主心中有愛 他就會愛他的家人 他連打都捨不得打 愛他的老婆都來不及愛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會讓人家改變 包括吸毒的或者是憂鬱症的 他會在主這裡得到滿滿的愛 然後會有喜樂 而且健康的人生態度 我真的覺得是真的很棒的一個 讓我覺得我才會想要決定 我想要重生 謝謝 然後今天我覺得 我也要謝謝牧師 你真的在每次的讀書會結束完 你都為了我爸爸而禱告 為了我們大家祝福 還有我們的這些小組 還有古傳道 還有那個玉如斯姆 然後還有秀梅 我真的謝謝你們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跟上帝再一次的 更近距離的接觸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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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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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